9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邮政快递业助力脱贫攻坚有关情况 会上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说 近年来国家邮政局不断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 构建起覆盖城乡汇集全民的网络体系 目前中国建制村已全部实现直接通邮 目前全国农村100%的乡镇已经建有邮政局所 百分之百的行政村实现了直接通邮 百分之九十七的乡镇拥有了快递服务网点 过去的一年农村地区收投快递的处理量超过了150亿件 今年一到八月份这个数字达到了200亿件 农村地区的快递处理量的增长速度 超过城市的十个百分点以上 马军胜表示 国家邮政局将用好农村邮政支局 村级服务站点等邮政基础设施网络 进一步助力脱贫攻坚 我们一个人要注重发挥邮政县乡村三级网络的优势 在做好法定邮政普遍服务的基础上 通过我们的网点网络和服务点 来对接迭加我们政务 警务税务等便民的代办业务 来提供这个服务功能 第二个我们要在这个物流网络上 要很下功夫 第三我们用这个网络可以跟农民兄弟 送上邮政的金融服务 马军盛介绍 近年来邮政快递业面向贫困地区 扩大用工招聘力度 推动从业人员返乡创业 每年新增就业人数超20万 2014年以来 我们全行业共解决农村地区的就业 150万人以上 仅仅今年的前八个月 我们行业就为广大的农村地区 新增的就业岗位15万人 帮助了504个国家级贫困县的 10万贫困贫 征收1亿多元 体现了行业应有的价值 不少快递企业的工资 高于当地的平均水平 形成了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的良好局面 马军胜强调 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继续增加就业岗位 做好职业技能培训 并鼓励快递小哥回乡创业 改善工作生活环境 此外将持续稳定脱贫攻坚产业支撑 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并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做好新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